是 这是来自美国这则独家的消息 在美国受到虐待的台籍女子何晓凤 又一次卷入了法律的诉讼当中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引化名依莎贝尔接受CNN采访 而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人物的台湾在美受虐女子何晓凤 虽然在事件曝光后刻意封口并躲避媒体 甚至迟迟不愿意提出回台寻亲 探望妈妈的行程和日期 却仍然无法避免重现法律诉讼的风暴 只不过这一次他自己成了被告 小凤他已经是breach这两个已经是毁约了 为什么的话在所有的CNN也好的话 在所有的媒体主流媒体的话 已经暗示刘家有责任有错 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不能够公开来里边的谈任何事情 洛杉矶知名华裔刑事律师邓宏曾经最早向中天记者透露 何晓凤当年状告养父母后 双方曾经达成庭外和解 养父母珠宝店的保险公司出面 赔偿何晓凤大约80到100万美金 但是和解协议包含无过失和保密条款 何晓凤上电视指责养父母虐待 明显违背了和解协议中无过失和保密的条款 养父母在最新的诉状中指责何晓凤接受媒体访谈 形同毁约 而且给养父母一家造成极大的伤害与困扰 是知道如果他讲多的话 这种的话会毁约 毁约的时候的话 他的所有的得的赔偿的话 可能就不会追回来的 邓红向记者证实他已经同意担任养父母家的委任律师 目前正着手控告何晓凤毁约 但是对于案子的内情或进展 他一概表示不便透露 不过他之前接受中天记者访问时 曾经谈到养父母家 一定会向何晓凤追讨赔偿金 中天新闻 张国华 钟义婷 华盛顿报道